这超死了那五个酒给外面买的高级什么事来 给他再跑 给他再拉去回去 赶紧给他再把他门口 你妈妈给他找到钱 重庆女子为何要对外卖小哥如此恶语相向 事情起因到底是为什么 在某短视频平台 某个一次当事女子的账号 爆出了稍早的截图后显示 事情起因是外卖超时后 女子想退掉外卖 结果外卖小哥没打通商家电话 而导致这一单没被退掉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人 之后两人通过手机联系 又有了更多对话 事件发酵至晚上后 无声其扰的外卖小哥 将聊天记录和女子照片 发到通讯群后 当时女子随即遭到网报 不久在派出所调解之下 双方和解 其实该女子如果因操作失误的原因 导致退单失败 其实可以通过平台进入来解决 完全没必要如此粗俗的为难外卖小哥 另一方面 外卖小哥动作暴风 与此照片的做法 一不脱道 对此 大家觉得呢